哈喽大家好,我是笑笑,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最近呢,加州的大火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而且呢,现在9月份嘛,对于加州来说 基本上就是葡萄酒月,正是葡萄收获的时候 可能很多人都会关心 那这场创纪录的大火会不会对2020年 加州的葡萄酒行业产生什么影响呢 其实我最近呢,也看了很多各方面的报道 然后基本上归纳起来呢 就是通过几个问题来阐述这个事情吧 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这场大火 对2020年的加州的葡萄酒行业会不会带来影响 影响有多大 那答案呢,是肯定的,一定会带来影响的 但是具体影响有多大呢,现在还不太好说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加州呢 它温度,总体来说呢,温度比较高 所以很多地方的葡萄酒采摘呢 葡萄的采摘呢,从8月初就开始了 很多地方到8月中旬基本上都采摘完毕了 那今年的这场大火呢 虽然也是从8月份开始的 但是我们知道加州几乎年年都有大火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 大家可能并没有非常紧张或者非常严肃的去对待这个事情 觉得这就是,就像是年年都会发生的事情嘛 但是呢,随着火势越来越不可控,到了8月18号的时候呢 就发布了这个紧急状,进入紧急状态 但是其实到8月18号的时候 加州的大部分的葡萄园的这个葡萄呢 都已经采摘完毕了 那剩余还有少量没有采摘的呢 随着这个火势的逐渐的不可控 其实也都开始进入了紧急的状态 紧急采摘的状态 我们知道葡萄如果你提前采摘那么一两天 两三天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些不太成熟的呢 到最后酿酒的时候呢 酿酒师是可以来把握的 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如果这个葡萄呢 它被火烧了 或者被烟雾污染了 那个就完全没有办法了 而且如果现在进入紧急采摘状态的时候呢 现在加州呢 最不缺的其实就是人力 因为很多葡萄园这个采摘的工作呢 都是有一些一些非法移民吧 尤其是像一些墨西哥人比较多 那最近呢也因为疫情呢 很多人其实是是是没有工作的 是失去了经济来源的 那现在这个时候 酒庄会给他们提供采摘葡萄的这个工作 他们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所以说呢很多酒庄呢 就是进入这个紧急状态 在开始采摘加紧采收葡萄之后呢 几乎是24小时都在工作 尽量的能够使这个葡萄呢 能够安全的采摘不受烟雾的污染 但是具体要会有多大程度的影响 那还是要一直等这个季节过去之后 才会有相应的数据 因为我们知道去年像2019到2020这个年度呢 对于澳大利亚的这个葡萄酒行业来说 也是非常致命的一年 因为当时澳大利亚整个全国好像都处于紧急状态 也是因为大火嘛 但是那个时候今年的数据看呢 去年澳大利亚整个葡萄酒行业的损失呢 相对于正常的年份呢 只有3%的损失 所以从澳大利亚的这个数据来看呢 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 那今年的这场大火呢 对于加州的葡萄酒行业来说 影响呢 应该也是非常有限的 那第二个问题是 我们每个人可能都要问的 我需要担心2020年份的葡萄酒吗 其实呢 对于最终的消费者来说 我们是完全不需要担心的 真正需要关心这个问题的 是那些酒庄和酿酒师 因为这些葡萄呢 如果受到了烟雾的污染呢 如果污染到一定程度呢 他们是直接就把这个葡萄酒淘汰了 就不会再进行酿酒了 因为现在呢 各个酒庄基本上采摘完的葡萄呢 第一件事就是送去检测 就是每一批这个采摘的葡萄呢 会拿出来一些样品去检测 检测它是不是受到了烟雾的污染 那些专业的检测站 就是现在是24个小时 一天一周七天都在工作 所以呢 作为终端的消费者 我们如果接下来的几年啊 看到市场上2020年份的加州葡萄酒 你去放心的消费就可以了 没有任何问题 第三 这场大火对于加州的整个葡萄酒行业 有什么影响 其实呢 今年我觉得最开始呢 最重要的还是那场疫情 从三月份开始的 因为我们知道正常的情况下 三月份呢 一算春天来了 然后很多世界各地的人呢 开始到加州来品酒 参观这个酒庄 是非常非常热闹的时候 但是呢 三月份发布居家令之后呢 这些品酒屋呢 就关闭了 另外呢 还有一些饭店呢 也都关闭了 我们知道加州 像Sonoma Napaya这些知名的葡萄酒产区呢 酒庄的大部分的销售呢 是直接来自于品酒屋 然后呢 还有饭店的这种点餐的时候的搭配这个葡萄酒 但是因为饭店和品酒屋都关闭了之后呢 这个酒庄呢 也损失了相当大的一部分的销售 虽然呢 有一些呢会转移到线上销售 但是还是非常有限的 那除了疫情之外呢 疫情其实是在最近的这几个月 已经陆续开始好转 因为呢很多品酒屋呢 就重新开放了 包括饭店 但是虽然呢 还是在室外 不能在室内品酒 或者是在室内泳餐 但是还在室外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还是逐渐在开放的状态 但是现在呢 又突然一场大火 就等于今年 对于加州这个整个葡萄行业来说 春天的时候呢 面临的是 因为疫情面临的全面的关闭 然后到了9月份 收获的时候呢 又要迎来一波这种游客呀 或者品酒呢 又因为大火 然后关闭了 所以真的是特别 特别艰难的一年 那我看到一些数据呢 就是不光是直接的 针对这个品酒屋啊 还有饭店 另外相关的旅游业 包括酒店住宿 在Napa的一些 Napa的一些酒店吧 我看到4月份的一个数据是 比这正常的年份呢 入住率呢 下降了80%多 这个数据 这个下降的比率 其实是非常高的 然后在旁边的 Sonoma这个产区呢 酒店的入住比率呢 也比正常的年份 要下降60%多 所以说其实今年 对整个加州的葡萄酒行业 以及相关的这个行业 都是非常大的打击 第一是疫情 第二呢 就是现在的这场 创纪录的大火 那作为普通的消费者 我们能做的呢 就是尽可能的去支持 加州的葡萄酒行业 比如说我们在去超市 买葡萄酒的时候 就可以够买加州的葡萄酒 好了 这个呢 就是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呢 别忘了点赞 并且订阅 我是笑笑 感谢观看 我们下次再聊 拜拜